驚喜唐可敬 DMET邀名共賞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室 那李醫師現在要分享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是滿危險的 對 也滿特別的 那其實我們在婦產科的話 晚上比較怕的就是 有一些生產的狀況 那很奇怪 大概生產會出現問題 也都是在晚上 好像白天都不太會出什麼事 不過我們在急診 其實最怕碰到的是 如果這一位產婦之前 都完全沒有在你這邊產檢過 那他突然要生產來到醫院的時候 那就是值班的婦產科醫師 要負責處理 那過去我就碰到過這樣的狀況 就是那位病患 所以從來沒有看過 那他急診直接就進來 那就說有產照 有產照 然後低胎這樣的狀況 那問產婦在哪邊產檢 支支烏烏 然後他是 其實是外籍的 其實外籍 他沒有台灣籍 那是對岸的這樣子 那他之前產檢呢 其實也是都在對岸產檢 他說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就是很痛 要準備生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 大概是晚上八點多 其實已經快開拳了 所以 大概到晚上十點的時候 我就問說 病患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護理師說 有幫他檢查 現在開拳了 正在用力 他說理醫師 可是摸起來怪怪的 摸起來怪怪的 我說怎麼樣怪 他說 應該是頭 但是那個很硬 摳起來很奇怪 就是觸感很奇怪 好像有摸到羊膜 但是又像頭的感覺 但是摸起來跟一般的狀況 不太一樣 我說好 沒關係 那就等到他再下來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看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也還看不到頭皮 結果到了大概晚上三四 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還是沒打電話過來 我想說也拖太久了 我們正常用力的話 大概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也差不多該出來了 我就再打電話去 那個護理站 我說現在狀況怎麼樣 他說 離時現在有 羊水有破了 一直都在流 可是摸起來還是很奇怪 然後好像下不太來的感覺 你要不要過來看一下 他們就說真的很怪 但是他們說不出哪裡怪 我就想說 好 又是一樣 半夜三四點這樣子 然後去醫院 那幫他內診 摸起來真的好怪 摸起來好怪 頭應該是滑滑的 可以摸到頭皮這樣 不是 他就是 摸起來硬邦邦的 摸起來硬邦邦的 那後來的話 已經比較靠近 那個外圍的部分 我就稍微翻開來看 不太像頭 很奇怪的東西 黃黃白白的 我就說不行 那我們拿那個真空吸引器 我來把它拉下來 看看到底什麼狀況 因為兩邊摸起來有空間 好 我就拿到真空吸引器 把它拉 就拉出來 奇怪 不是寶寶 是一塊白白的 像米餅的東西 掉下來這樣子 那是什麼 結果那個東西 掉下來的瞬間 有兩個的羊膜 兩個羊膜 所以它前面破了 是第一個羊膜 後面怎麼又有一個羊膜 好奇怪 然後好 我們就把 第二個羊膜弄破 寶寶 第二個寶寶就下來了 寶寶就順利下來了 那時候開拳 後來再仔細看一下 那塊像米餅的東西 然後原來那是一個 像木乃伊那是雙胞胎 對 所以其實過去 可能大家也有在新聞報導 上面聽過 就是我們懷多胞胎的時候 有些寶寶會因為壓力的關係 可能自己就死掉了 那我問那個產婦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他說這樣一講 好像有耶 他之前在對岸的產檢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人家跟他說 恭喜你是懷龍鳳胎這樣子 可是他說好奇怪 我不知道懷孕到五六個月的時候 醫生就再也沒有這樣跟他講 就說是懷一個 所以他也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可能第一個寶寶 他萎縮之後 就是被擠得扁扁的 所以看起來有點像米餅 但是因為有骨頭 所以很硬 很硬 對 那個外型其實 會看起來就是扁 真的是壓得整個是扁的 這樣子的狀態 因為有被那個長大的 被大的一個部分壓破 健康的寶寶給壓扁扁 對 壓扁了 那所以剛開始破水 然後子宮頸開 其實是在第一個寶寶的狀況 那所以才會整個時間 拉得這麼長 因為第二個寶寶 根本還沒下來 對 可是這很危險 因為不知道他過去產檢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 所以他如果第二個寶寶是 頭上腳下都有可能 但是病人其實會 給醫生很多考驗 有時候同事也會給醫師一些考驗 對 像我個人在家戶病房 然後像我們就會有那種 職業班的時候 然後就會碰到有幾個 學妹的體質 然後就非常旺 然後我們都會 學妹很旺 什麼旺 他的旺是就是 會讓病人突然CPR 一般就是狀況變很差 就是他的陽氣很重這樣 就是他隨身帶一個鳳梨罐 他會變成很多狀況 有他上班大家就不得安寧 我知道 因為醫生都知道 我們不能送那個醫生 什麼吃什麼鳳梨酥 這種意思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叫那個學妹 叫 但他走到哪裡 就忘到哪裡 他忘到什麼程度啊 我一次跟他交班 然後只是在 我已經要結束 要下班要交給他 然後我病人好好 明明在我們班都 一切都沒事 然後病人就好好躺在那 然後不知道他跟他 聽到他的聲音還是什麼 病人的那個生命真相 你就看心跳原本140 然後 對 就突然要急救 然後只是跟那學妹交班而已 然後那學妹就覺得 你一看到病人條件 沒有說學妹還我 我來 我來 對 真的有這個情況 後來他整個忘到 就是整個我們病房都很出名 然後有一次他更誇張 就是他連上班 他還沒有交班 都沒有跟我們交班 因為我們護理師 要放一個護士牌 當班要放進去 對 他才剛放進去 然後病人也開始就是 怎麼變紙掉了 然後就開始我們也是說 CPR 然後趕快衝出去 開始去急救那個病人 然後那學妹就很無辜說 我都還沒碰到 我只是放一個名牌 他怎麼就急救了 他應該很快就被院長約團 你要不要轉行 真的 然後他對這件事情 就非常困擾 他還真的去算命 然後請師父說 幫他過個孕 然後改個名 對 然後後來那師父就 真的去幫他看 然後看他這個命格 他說 那個師父好像看到寶 就說你這個就是 有點像地獄使者 好可怕 他就說一定 他的命格是地獄使者 他說你一定可以走這個 就是走冰障業 那他算完之後 他有沒有第二天馬上離職 真的之後真的是改名 然後改名之後 他的氣真的有比較好 但是後來我們護理師 每次看到他當班 我們都會說 你拿我的名字去用 你不要換名字 那我太害怕了 然後所以他現在上班 都是掛別人的 他應該到後來是他一掛牌 病人都說 今天不要他 對啊 看到是他都會怕 真的 原來在醫院 大家也是滿常會 就是看命格重不重啊 對啊 所以其實他這種人型風靈 我自己滿有感的 因為我剛剛是 很主治醫師的時候 也是一個行動風靈 你也是個風靈 你知道其實 在我的急診生涯十二年 我真的已經看過太多狀況 所以真的讓我心情波動的 那種離奇事件是 已經是少之又少 那我記得這也是一個 月黑風高的夜晚 這個夜晚多不寧靜 因為我一個晚上 我就CPR了八個病人 而且是救活率百分之五十 算很高 就四個救起來這樣 所以你知道 我們在CPR除了人工以外 我們其實會有機器輔助押胸 就是其實在機器 它也可以就是固定頻率 固定深度 來幫病人做一個機器押胸 但是那個機器就是 它的外型很像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個機器 好像鐵錘一樣在錘你的胸 對 因為它為了要有品質和速度 所以其實你看那場面 是很震撼的 那當時我們的機器 是有兩台這樣的機器 你就知道那天八個 其中有一台是 是使用到燒掉 就是 就是你就知道那一碗是多 連機器都燒掉 那一天不知道是什麼日子 什麼時辰 因為有餵鳳梨來 對 你那時候是會鳳梨頭 對 顏色差不多 那當晚其實我一個 很印象深刻的一個中年人 他其實他在監獄服刑 那他當晚就是 就是因為他胃傳孔破裂 然後腹眠 後來這個感染 腹眠也太嚴重 敗血症後來就多種機關衰急 那他輾轉就是要轉來 我們醫院做後續處理 因為他在前一家醫院 其實狀況真的已經非常不好 結果在他轉來我們的急診室 一進到門口的時候 他就CPR 就呼吸心跳停止了 所以就是進來CPR 那你就知道 以他的疾病的病程 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感染 到多種器官衰竭 所以這個疾病大概就是不可治癒 那過程中其實你也知道 經歷了八個大家都累了 那後來他 我就是決定 那我們就先用機器壓胸 我們讓人可以好好 就是我們護理師可以 神仙力氣 對 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它是整個人躺在那邊 然後一直壓人 對 夾在中間 然後會有個力氣 很大力吧 然後很大力 所以他們才會說 急救完肋骨 肋骨會斷裂 因為其實真的是要兼顧到 壓胸的深度和品質 所以你知道 就是這個機器在壓胸 那個整個過程 那我就好 那我們換這個機器 那我們護理師其實 大家剛剛也累了 你就是固定 每三分鐘 我們就打強新的藥物 然後大概這個急不可置疑 我心也有數了 所以我們三十分鐘一到 我就宣布死亡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換上這個機器 那這個機器一啟動 就開始壓胸 就開始壓胸 結果一開始壓 它其實從進門 到我們開始使用那個機器 這中間二十分鐘 其實完全心跳就是一直線 結果機器一用上去之後 它整個都整開 那就表示你急救有用 對 我想說 我就回來了嘛 然後它就開始 因為你想嘛 當你清洗有一個 拿鐵錘在吹你的胸口 你會非常痛 對 它真的就這樣 很痛 它就一直痛痛 它就開始起來 要扯那個機器 因為它剛開始來的時候 是沒有呼吸心跳 所以我們不會做約束 對 所以一壓 它一清醒 眼睛一睜開 就開始會疼痛 就開始要 就開始要咬那個機器 我想回來了 我就把機器給off 就關掉 結果一關掉之後 它就 又休克了 對 又沒有呼吸心跳 心跳又沒有跳動 所以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再把它打開 就開始又壓 眼睛又開始睜開 就開始 又講說 對 它就非常疼痛 我就又關掉 它就 又停 對 我就 還是沒有 我真的再打開 它又開始 就是痛 就是會痛 那這樣到底是 還要不要救它 對啊 我心裡就在想說 你知道嗎 我們CPR品質如果好的話 因為那是一個被動的壓胸 讓你心臟是有擠壓的效果 所以你如果真的品質非常好 你可以打出身體 相當於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血流 那如果血液到腦子 那其實真的是 有可能是會有意識的 對 所以表示剛剛那個機器是有 但是你知道它其實 所有的器官都壞掉了 你現在做那個只是一個被動 讓它心臟好像是有一個 外面的輔助的跳動 所以只是血流跳上去 讓它覺得好像它有一個短暫的意義 啟動 急急在壓 它就很痛 可是一關到它就完什麼都沒有 啟動 它又很痛 關到又什麼都沒有 所以當然我後來決定 你不要這樣折磨病人 因為它其實這個疾病 大概就是不可治癒的 而且它已經 這個感染已經到很嚴重 器官其實都壞掉了 我後來其實時間 我還是把它 斷掉讓病人是好腫的這樣子 對 這好難抉擇喔 真的 而且我覺得今天他們分享 每一個故事 我們都好難想像喔 真的很奇葩的經歷耶 我們這是在家裡 舒舒服服躺著 準備睡覺的時候 你看很多人還在生死交官 然後醫生還在幫大家這樣子 拯救那麼多的生命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 該讓周醫師回去好好睡覺 沒錯 看起來真的好困喔 而且要尊重專業啦 所以盡量配合我們的醫護人員 所以你們真的是 非常非常辛苦 謝謝你們 謝謝